一整片银杏花海 加上不停变幻的灯泡 让银杏由桃红转菊黄 短短十秒 仿佛让民众看见一年四季美景 再加上精心设计的烟雾 让游客直呼 好浪漫 更下班 然后经过这边 看到这边点灯点很漂亮 明点如果还有的话 还想走这个樱花大道 走过来就看到 这边超漂亮的 超多特别的颜色还会变 宜兰郊西湘灯花季 在5号正式展开 随着疫情减缓 不少民众趁着假日 涌入宜兰游玩 来这边两天一夜就对了 对 就是要来郊西泡汤 之前等很久了 终于可以泡汤了 很多游客都爱去的 郊西知名温泉广场 入夜后摇身一变 成海洋温泉世界 让民众能边泡脚边赏美景 不仅走廊超梦幻 广场内还搭起一座 超过一层楼高的 爱心光雕拱门 很大气 而且这个比爱心 让我觉得很特别 这几年宜兰逐渐发展成观光城市 但受疫情影响 好几个月没人敢来 店家陷入低潮 相公所特别举办灯花季 汉能在这个冬季带入人流 记者林医生 彭新美 一栏报道 我一 слишком肯定不去做 cameras 千万不要 我没过来 因为 非常好的 我们